這一波下來 我們看到很多這個小型的標果 但是標果大家當然擔心 有些投機的狀況 這個股價起落的太快 要請下這個彥均來幫大家選 哪一些是相對比較安全的小標果 例如說銀邦就是啦 銀邦他是做伺服器機殼的 他原本的大公司呢 他們的大客戶呢 是俄羅斯的搜尋引擎 但是被技嘉低價的強單 但是他不會說 那我就打價格戰 我就比你更低價 不會 他開始做轉型 他去爭取 這個利基型的訂單 可能金額不大量不多 可是毛利率比較高 去生產那個高毛利率的商品 那我們看到呢 銀邦做了轉型之後呢 其實股價表現也是相當亮眼的 他在法說會那個時候呢 股價大概60塊到70塊 那經過半年呢 股價就是翻倍 所以如果有參加法說會 去事先聽一些公司的布局的話 其實就可以搶先去買在低點 那除了這個銀邦以外呢 那第二家呢 是生技代工 這個是保瑞 對那我之前有提過了 他原本呢 是有個乳癌的藥品 這個藥品呢 毛利率很低 只有10% 他就乾脆直接放棄 雖然金額有5億 可能佔了營收的3分之1 但是呢 他直接的放棄 他去生產一些 比較利基型的商品 例如說 這個眼藥水啊 或是肝癌啊 甲狀腺癌啊 大腸 腸造症的這個藥 所以他產品組合改變 毛利率也是持續上升 當然股價表現呢 也是很不錯 在近半年呢 股價呢 大概也是翻倍 也是從大概250塊 那漲到500塊 股價也是翻倍的 那另外呢 電動車呢 我分享的是藥剩 大家覺得很奇怪 這個明明就是做 這個變壓器的啊 我怎麼會把它 分類為電動車呢 好 因為這個變壓器呢 藥剩 他原本是應用在 消費性電子產品 例如說 手機啊 筆電等等 毛利率是比較低的 但是呢 同樣都是變壓器 藥剩後來呢 把這個變壓器 去用在電動車上面 電動車因為跟安全有關係 如果有個小零件出錯的話 這個汽車呢 是要整批招回的 這個成本是很高的 是不允許出錯的 所以呢 同樣都是變壓器 如果用在電動車領域呢 毛利率就會比較高 那藥剩就是做了 這樣的轉型 所以我們看到 藥剩的股價呢 這在近半年來呢 大概也是翻倍 所以我覺得說呢 只要去參加法說會 然後我們去看說 公司有沒有什麼轉機 那如果他去生產 比較高毛利率的商品呢 大概獲利起來 股價都會跟著起來 但現在股價已經都漲了一波了 那銀幫我個人是認為說 他已經漲了一波了 但是其實 保瑞跟藥剩呢 我覺得說後面還有 其他新的利基 公司還在轉型 所以我覺得說 可以持續去留意 公司的法說會 持續去觀察 公司的財報營收 我覺得後面還是有機會的 好 給大家做參考 好 不過這個時間點呢 這個V怪科你反而覺得說 不要做小型標股了 來買ETF比較安全 對 應該是這樣講 因為投資人 有分兩種 一種是他可能沒有什麼 多的時間來盯盤 那當然他操作個股會很累 那我建議就是說 既然這個產業趨勢 能見度是這麼高 這麼明確的話 那倒不妨可以選擇 用ETF這種工具來做投資 你會省掉很多事情 你就可以專心在你的本業工作上面 那這邊有看到畫面上看到 這個叫國泰全球智能電動車ETF 那這因為都在國內掛牌 所以你交易也很方便 那他內容化比如說 重要的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AI軍火商NVIDIA 就是排行榜第一名 那除了他還有ADV Tesla 林德時代 都是在所謂的新能源車裡面 能夠連結的上 非常重要的一個標的 那除了這個以外 當然國內非常多 那不只國泰有發行 像富邦他有一個未來車ETF 像這個就比較適合一些 可能本身你工作也很忙 你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每天花那麼多時間盯著盤看 那要投資未來成長區塊最明確的 那當然用這個ETF工具 工具就非常的適合 OK這個不同的觀點給大家做參考 我們另外馬上來看 存股毒這個禮拜已經在炒什麼 到金融股該怎麼辦 這是之前我們其實 這幾年都在講玉三金 他這幾年的整個鼓勵 大家看過來 從2018到現在2023 當然是這個感覺就是 今年是特別的爛 所以已經有這個存股 達人已經說了 他已經全部賣出 所有的玉三金的持股了 這個時候到底是要賣還是要存的 我們大家也按鈴一下好不好 你覺得要賣的幫我按X 要存的幫我按圈好不好 要存耶 好 意見不太一樣 好 鄭賢 我自己是不會存 像玉三金這樣的股票 根本就不會存 不管在什麼狀態都不會存 特別是金融股 請問台灣金融股的利益在哪裡 台灣金融股是能夠成長還是能發展 我完全不懂 他們只想領利息 對 他們只想領利息 那就是跟彥均講的一樣 你只想領4%利息 你去存美國國債就好了 你現在存美國國債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覺得HSBC比較不會倒 還是玉三金比較不會倒 HSBC現在10年期的公債 已經發了7%了 結果你覺得HSBC領7%你比較安心 還是你覺得玉三金領4%你比較安心 而且更有可能是你現在買7% 就彥均所說的 可能等到降息的時候 你還有機會存到價差 那誰比較大 誰成績比較好 我覺得台灣不要一直只看台灣 台灣台灣 如果你有別的投資標的的話 應該存股主義 可以把這個想法放在債券上面 放棄台灣的銀行股 去買國外更大的銀行 這個觀念 彥均你覺得可以 我個人認為玉三金 不用急著賣在低點 但是我覺得股價也不容易大漲 玉三金過去 他有比較高的股價淨值比 是因為他的成長性比較高 他的資產大幅的成長 由於玉三金 他在中國大陸放款比重比較高 大概佔淨值的5成 在銀行業裡面是算比較高的 由於中國大陸在之前 經濟突飛猛進持續成長 所以玉三金的資產 就跟中國大陸的經濟一起成長 但是中國大陸的經濟 從2022年開始 就已經開始逐漸的放緩 原因是因為面臨內憂外患 中國大陸的人口在2022年開始 是負成長的 他的內需是衰退的 那又有這個美中貿易戰 去打壓這個半導體產業 所以如果中國大陸的經濟放緩的話 那我覺得玉三金 他之後他的成長 就不會像之前那麼的高 所以股價淨值比就不會那麼高 但是目前呢 因為股力的金額比較低 所以我覺得股價有點跌太深了 所以不用急著賣在低點 但是呢也不容易大漲 當然就是有還不錯的殖利率這樣子 那如果有這個更遠大的目標 希望說可以賺更高的報酬率 我覺得不一定要考慮玉三金啦 OK 你也是投國外的一票嗎 只是說不要急著賣在低點啦 OK 好 我的這個意見跟燕金不謀而合 其實我會舉圈 並不是說我自己蠻喜歡金融股 其實我個人從以前到現在 幾乎從來不碰金融股了 因為我會選擇高成長 那為什麼不急著這邊賣 因為這個問題如果放在 今年以前任何時候 我可能都是打叉叉 那因為去年的關係等於說 所有 我是用整體金融產業啦 就是說整體金融產業因為債券 股票也大跌 然後全世界債券也大跌 那債券大跌其實是在25 20幾年前你從來沒有看過的 是這一次 等於說去年 所有金融業把很多的資產減損 都已經呈現在 所謂的這個資產負債表給你看了 盡值減損 他雖然沒有列損益表 因為主管機關開了一個扇門 所以你已經看到他 他就是最壞的狀況其實過了 所以你現在要不要殺在 剛好這個低點 那我的解決方法是這樣 我的看法 當我投資人如果有找到 你更有把握的標的 其他更具有成長性的標的的時候 你再來做轉換 不必急著 因為現在可能很多人套牢 你急著現在砍的話 因為他最壞的狀況已經過了 你現在砍可能就是砍在低 他們投票都不是因為金融股好 都是說不要殺在低點而已 那如果這時候還是有人說 我就是很想存股怎麼辦 我們來看看 這個二月營收馬上公佈 一月營收這麼差 二月應該也不會太好 所以存股怎麼辦 彥均 那我們把這個金融股 分成銀行證券跟保險 看看他們什麼優勢什麼劣勢 那銀行業大概就是升息的話 利差會擴大嗎 這個是銀行業的優勢 那劣勢我目前看起來 大概是沒有啦 就比較大的重大的劣勢沒有 所以我認為說銀行 還是可以去長期存股 去領股利的 那證券業呢 由於它不用進行大量的資本支出 它賺到的錢 大部分都可以發現金股利 它過去呢 股利殖利率都是比較高的 但是目前證券業有個問題 就是我們股市的成交量是萎縮的 那每個日的成交量 常常都不到3000億元 那證券業就是短期沒有很好 如果要買證券業 我覺得說等股市的成交量上升 再來買 那如果現在去買證券業相關的類股 可能賺股利賠價差 那保險業呢 是因為升息嘛 升息導致債券價格下跌 所以呢 短期內可能 這些受險公司的 淨值是往下的 但是長期而言呢 受險公司因為升息呢 可以導致利差擴大 所以我認為說 如果是受險業呢 可以逢低買進去賺價差 就是短期內可能不會馬上漲 但是等到之後呢 體質慢慢改善 那個利差擴大 可能股價也有機會表現 OK 那銀行股你會怎麼選 那銀行呢 由於台灣升息的幅度比較少 那美國升息的幅度比較高 所以如果是銀行股 我會去挑選說 外幣放款佔比比較高的 像是可能中信銀啊 兆豐銀啊 上海商銀 永豐銀 第一銀行等等 那如果有一些是金控 那中信銀它對應的呢 就是中信金 那這一些金融機構呢 由於外幣放款的佔比比較高 那利差會增加比較多 那銀行的這個利差呢 它可能是 連準會升息完之後 它可能過一個月或是過一季 才會反映在財報上面 所以這次升息可能是一個月後 或是下一季呢 可能獲利才會成長 那我覺得這一些呢 都可以做留意 OK 看起來 你可以選擇標的還蠻多的 就是挑選那個外幣放款 這些都是你覺得可以買的 對 OK 好 給大家做參考囉 我們剛剛一開始 有跟大家講到這個新聞 這個BDI的指數大漲了超過21% 這是1月18號來的新高 那麼閃樁航運這一波 當然也跟著有一些反彈 這個反彈要怎麼樣來解讀 還是原物料行情的一個 再起的訊號呢 其實頂隙循環股 總是像一陣風 來的快 去的也快 所以我不用去解讀說 哎呀 BDI會漲到哪時候 我們就看指標就好了 域名就是這一波 所有法人的指標 所以只要域名還繼續往上漲 BDI的股票就繼續爆 域名的股票跌 BDI股票就不要 就不要再爆了 那除非你要爆著長期持有的話 那另外兩部分就叫KY會漲 它是國內最大的散裝團隊 那它去年也預計會配發一個 不錯的股息 所以如果你看指標 就看2606的域名 那如果你要想要做一些 可以除息 然後又可以掌握到 一個BDI反彈的話 會漲可能是一個 比較相對好的指標 OK 好 所以現在是要看這個BDI指數 我們就有點時間給大家這個 3月份這個接下來的一些操作建議 彥均 那我個人認為說呢 3月份呢 因為財報陸陸續續公佈嘛 所以只要是庫存所謂很高的 只要是消費性電子產品 我覺得就盡量避開 因為風險是高的 那另外呢 各個公司也開始宣布這個鼓勵政策 那等到宣布鼓勵再進去買 我覺得已經來不及了 我們應該要事先預測 那可能在鼓勵還沒有宣布之前就買進 那千萬不要因為殖利率很高就跳進去買 很容易賺的鼓勵賠的價差 因為通常殖利率過高的 超過8% 10%以上的 通常都是衰退的產業 這種公司通常股價長期而言是往下的 面對這一些個股呢 一定要避開 OK 要賺高股先開始做功課了 B-Yak 好 我想投資人其實可以用一種方式 就是說因為第一季 很多財報利空一定還是會很多 陸陸續續都會出來 那各位每個人投資人都會有自己想要 想要投資的這些標的口袋名單 你可以用一種方式就是說 因為第一季營收會好的真的是很少很少 那你利用這種利空出來的時候 那你去測試你口袋名單 如果它是股價這個屹立不搖 不會跌的 那應該經過這樣考驗之後 你再來做佈局會對你比較有利 OK 你說就是利空它沒有什麼 用利空測試 對 因為每個人都會有口袋名單 有的人喜歡金融 有的喜歡很多股 像我喜歡成長股 但是我覺得要過那一關 就是說因為接下來放下回來 可能很多營收陸續公佈 用利空測試最準 OK 好 鄭賢 我們今天都沒有談到台積電了 台積電還是很多人在套牢當中 我想整個來看的話 小三這張大三不動 很多人會在想台積電500塊 到底會不會跌破或什麼 我反過來跟大家講 台積電如果哪一天跌破500的話 絕對是不管是台 不管是台積電或是台股 都反而是一個最好的買進點 因為就像全副來講 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空來測試 那台灣最大的股票 如果都利空測試完了 那時候就是開始反彈的時候 可是我認為它不會出現在3月份 可能會到第二季的時候才會出現 那3月份大家操作的模型 應該是有點打帶跑了 尤其是一些漲多的公司 尤其是一些小型股 投資朋友應該要開始注意 它反準的時候的力道 因為它漲幅夠大 所以我必須提醒大家 它下差的速度 也會非常的一個快 所以3月的做法就是停看聽 並且要適時的想 什麼時候應該下車了 如果這個速度 也請多一點 真正在先開始 還要適時的 逮捕 要適時的 要適時的 手 就 對 我們 先 經 再 我們 15